大厨不愿公开的20道美食做法 学会你也是大厨 别的 今天花10块钱做了一个下酒菜 老公说再也不去外面吃烧烤了 切好的鸡胸肉 放盐胡椒粉料酒生抽蚝油 葱姜搅打上进 剪出料渣 放一个蛋清 适量的淀粉抓拌均匀 再封一层油 免得下锅了 粘到一起 起锅烧油 把大蒜炸一下 炸到表皮金黄 捞出备用 把鸡胸肉过油 和大蒜一起炒熟 放辣椒粉 花椒粉 烧烤料 孜然粉 鸡精 芝麻炒香 把青红椒 葱花也倒进去 翻炒几下就可以了 这个拿来下酒 硬是安逸得很 喜欢的可以学一下 第二道 牛肉买回来 不要直接吃了 今天 给大家分享一个 简单又好吃的做法 凉拌嫩牛肉 牛里脊切成薄片 放点盐 用清水浸泡五分钟 挤干水分 放生抽 老抽胡椒粉 搅打上进 放水淀粉 抓拌均匀 封一层油 腌制十分钟 锅里头葱姜煮开 放一勺油 转小火 把牛肉一片一片地 放进去煮 不要翻动哈 等牛肉变色了 轻轻地推一下 煮一两分钟捞出来 牛肉要吃得嫩 就要切得薄一点 切得太厚 煮熟了 就老了 调个料汁 撒点酒黄 或者是黄瓜 淋上料汁 抓拌均匀 简单又好吃的 凉拌牛肉 就做好了 滑嫩爽口 你看脸都还在打闪闪 喜欢的可以叫一下哟 第三道 家里有小朋友的哈 可以经常给他做这道菜 买回来的排骨 放盐 面粉多抓几下 用清水清洗干净 沥干水分备用 剁好的蒜末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放盐胡椒粉 白糖生抽老抽 蚝油火转 火转零到排骨上 再来几个豆豉抓匀 一勺淀粉腌制十分钟 用粉丝或者是南瓜红勺打底 排骨铺在上面 水开上锅蒸25分钟 撒点葱花就可以开吃了 哇塞 蒜香浓郁 排骨嫩滑 喜欢的可以叫一下哟 第四道 我家孩子呀 很喜欢吃肯德基的炸鸡翅 自从学会这样做 再也不用叫外卖了 首先给鸡翅打上花刀 放点姜蒜片料酒生抽 一勺奥尔良腌料 再来点黑胡椒蒜 加两勺清水 把它放一个干净的袋子里 捏紧带口 像这样揉搓几下 然后放冰箱冷藏两小时 碗里放炸鸡裹粉 腌好的鸡翅裹满炸鸡裹粉 放清水里静置十秒 然后再裹一遍炸鸡裹粉 像这样搓一搓 抖一抖就能抖出这种鳞片了 试一下油温 筷子冒泡了就可以下锅 小火慢慢炸 差不多五六分钟 油温升高再复炸二十秒 你看是不是很简单 自己在家做干净卫生 吃着也放心 喜欢就快点试试 市场上没的人要的骨头 拿来这样子做 又是一道下饭菜 碗里头放盐花椒粉 胡椒粉 姜末料酒 腌制十分钟 红勺粉里面加一点点凉水 把颗粒捏散 像这种不粘手 又能成团的样子就合适 然后加入七八十度左右的开水 搅成这种面糊状 把骨头倒进来 多搅一下 让每一块都裹上面糊 锅中水开关 小火这样一块一块的放锅里头煮 暂时不要搅动哈 成型了 捞出来过凉水 锅中油热 把大蒜炸起泡 捞出放葱姜 干辣椒 花椒 豆瓣酱炒香 然后再放香料粉 老抽继续炒几下 加适量的水 煮几分钟 捞出料渣 把滑肉和莴笋倒进去 大蒜也丢进去 煮十五分钟 莴笋罢了 调个胃哈 撒点芹菜段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一道好吃的红烧滑肉就做好了 喜欢的可以叫一下哟 第六道 辣子鸡丁这样子做 辣椒比肉还先吃完 真的是太香了 首先把干辣椒剪成节节 辣椒子筛出来 不要用开水 盖上盖子泡半个小时 鸡腿去骨 切成丁放葱 姜盐 料酒生抽 蚝油 胡椒粉 给鸡肉满个胃 腌制十分钟哈 煎出料渣 来个蛋黄 一勺淀粉 抓拌均匀 然后封一层油 抓匀备用 碗里放两勺芝麻 一勺淀粉 适量的盐和白糖 靠转把泡好的辣椒倒进去 这样翻拌 让每一个辣椒都裹上芝麻 然后来个蛋清 这样芝麻才不会掉 油热把辣椒下锅炸 转小火哈 慢慢炸 炸到这个样子就可以捞起来了 再把鸡肉下锅 快速地划散 炸到金黄酥脆就可以了 锅留底油 把葱姜蒜花椒炒香 再来点豆瓣酱 炒出红油把鸡肉 辣椒都倒进去 翻炒均匀 放一点点白糖 鸡精撒点葱 这样做的辣子鸡丁 不要多喝二两 你看是不是很香吗 喜欢的可以叫一下 第七道 年夜饭的餐桌上 你一定要做一道黄金椒盐虾 首先把虾头剪掉 抽出虾馅 脚也去掉 背部划开 放点葱 酱酒生抽 胡椒粉腌15分钟 去掉料渣 再来点这个小酥肉粉 搅拌均匀 放入平底锅煎至两面筋 捞出备用 锅里不放油 把面包糠炒一下 把虾倒进去 放点青红椒 黑胡椒盐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喜欢的快点试试吧 第八道 在四川 这个勺皮回锅肉 没得几个人不喜欢吧 很多人说 勺皮不好摊 其实做法很简单 我们先来调个粉浆 不要加鸡蛋哈 拌比较合适 划开之后 静置20分钟备用 煮锅的五花肉 切成片 二斤条切滚刀 蒜脑壳拍破 切成结结 平底锅 放一点点油 要适量的生姜 这个时候 就不要翻动哈 等它定型之后 有锅扒了 就把它翻过来 锅铲按几下 受热更均匀 两面都煎好了 就放菜板上 凉了之后再切 锅里头不要放油 放一点盐 把青椒煸一下 切好的五花肉下锅 放花椒浆 煸炒出多余的油脂 放豆瓣酱 豆豉炒出香味 再来点生抽 蒜白也倒进去继续炒 炒香了 放勺皮和青椒 翻炒均匀 来点鸡精调味 然后把蒜苗倒进去 炒断生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炒的勺皮 真的比肉还好吃 喜欢的可以叫一下 家里头有小玩的 一定要多给它做点清蒸鱼哈 但是要哪门做才没得心 那今天就把做法分享给大家 鲈鱼去头去内脏 从背部划开 去掉鱼骨 两边切成均匀的条条 放胡椒粉料酒葱姜水 腌个十分钟 趁这个时候切点葱丝 红椒也切一点 泡在水里面备用 腌过的鱼肉清洗干净 这一步是去腥的关键哈 锅里头少放点油 把葱姜 洋葱 香菜炒香 加一勺水 一勺蒸鱼饰油 煮开捞出来备用 水开即时 把鲈鱼蒸个六分钟 倒掉蒸出来 汤汁把刚才煮过的 蒸鱼饰油淋上去 摆点葱丝 淋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这样一道鲜香味美的 清蒸鲈鱼就做好了 喜欢的可以试一下呀 冬天就是吃红勺最好的季节 今天给娃儿做个小零食 拔丝红勺 首先把红勺切成滚刀 下锅焯水两分钟 捞出来放凉了 加点玉米淀粉搅拌均匀 让每一块红勺都裹上淀粉 油热了下锅炸 炸到表面微微有一点点焦黄 捞出来备用 锅里头放一勺水 两勺白糖 化开之后放少量的油 半勺白醋 用中火炒至大泡转小泡 颜色这个样子就把红勺倒进去 快速地翻拌均匀 关火起锅 这样一道软糯香甜的拔丝红勺就做好了 家里头有小朋友的 可以试一下呀 还没上桌子就抢光了 一时一道 小时候 这道菜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吃得到 每个人还只有一块 里头的糯米饭更是小娃的最爱 先把猪皮上面的毛毛烧一下 刮洗干净 冷水下锅 放葱姜料酒 把肉煮二十分钟 另起锅像煮米饭那样把糯米煮一下 煮到夹生 立起来备用 肉煮好了 把它切成镰刀片 刀工好的你们可以再切薄点 反正我只能切到这个样子 绿豆沙切成片 也可以用红豆沙 趁糯米热的时候放点猪油 红糖汁一定要加点焗红 没的的话加点陈皮 也可以再来点白糖 搅拌均匀 碗底刷点油 把肉里面包上豆沙 然后整齐地码在碗底 淋上红糖汁上个色再把拌好的糯米铺到上面 一定要铺满哈 上锅蒸个九十分钟蒸好了 倒锅来撒点白糖和芝麻 这样一倒软糯香甜 充满二世纪的甜烧白就做好了 马上要过年了 喜欢的可以是一下哟 第十二道 我们家小孩不喜欢吃肉 但是我弄的这个 喜欢吃得很 首先准备点肉末 放姜葱 盐 胡椒粉 料酒 鸡精 蛋清 把肉末搅拌均匀 再来点红勺淀粉 继续同一个方向搅拌 摔打几下 肉吃起来更紧实哈 打几个鸡蛋 多烤几下 一定要烤散 锅里头一点点油 我们来探一个蛋皮 用小火哈 如果是不粘锅不放油呢 也是可以的 蛋皮子探好了 铺上一层肉末 把它卷起来 一定要卷紧实点哈 水开了上锅蒸二十分钟 蒸好之后切成片片 就这样站着吃 或者是用来煮 都好吃得很 喜欢的可以是一下哟 第十三道 哇想不到 汤圆这样做 比煮多还好吃 首先把汤圆包好 用不粘锅哈 少放点油 把汤圆煎一下 然后加一点点水 焖两三分钟 把它压扁 两面都煎起锅巴 这就可以吃了 再撒点黄豆粉 或者是红糖汁 外酥里糯 简直太香了 喜欢的可以是一下 第十四道 几块钱一斤的猪肝 这样子炒 鲜嫩入味 开胃下饭 比肉还好吃 先把猪肝切片 放点盐白酒抓一下 然后用清水多洗几遍 洗好之后挤干水分 水分太多了 会脱欠哈 放点盐抓上浆 再来点胡椒粉 老抽上个色 加点淀粉 抓拌均匀 再封一层油 这样下锅之后 才不会沾到一起 这个时候准备点配料 切点酸姜 酸海椒 酸萝卜 再切点蒜 葱 黄芹菜 蒜苗备用 锅里头油热了 把猪肝倒进去 划过油捞起来 用混合油放点花椒 把泡菜倒进去炒香 再加点豆瓣酱 炒几下 把猪肝倒进去 芹菜 葱黄蒜白也倒进去 然后把蒜叶子 雪碧菜一起倒进去 加点鸡精 就可以出锅了 煮这个菜的时候 要多煮一点米饭 喜欢的可以试一下 俗话说 冷天喝牛肉汤 越喝越长寿 这是一位 99岁老中医 分享的做法 汤鲜味美 肉质鲜嫩 家里有老人孩子的 记得收藏 8块1斤的牛肉 冷水下锅 加盐和高度白酒 去新增性 开锅以后 把浮沫撇干净 然后捞出来 一定用热水清洗干净 这样牛肉才不会发应发柴 油热放牛肉煸炒一下 这样烧的牛肉汤更浓更香 非常感谢 加入葱段和姜片 放入料包 然后倒入适量的开水 盖上盖子慢炖40分钟 然后放白萝卜 再炖10分钟 出锅前 只需加盐和胡椒粉 撒上枸杞和香菜 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的牛肉 营养丰富 味道鲜美 喜欢您就点赞留个 关注过来试试 很多人花甲买回来 直接下锅就炒 那你就大错了 今天教你一个诀窍 做出来的花甲 鲜甜度质 特别好吃 首先我家地里摘的 丝瓜去皮 切滚刀块 放一旁备用 锅里加少许油和一勺盐 放入花甲 加水浸泡一个小时 这一步 可以有效地帮助花甲 吐出体内的沙子 锅烧空气 倒入花蛤 一勺料酒 去腥增腥 盖上盖子 焖煮至开口 这样煮的花甲 鲜嫩不老 不爱脱壳 煮花甲的原汤 特别鲜 留着煮面做汤 也很好 锅中油热 放葱姜蒜 小米辣炒香 放刚刚切好的丝瓜 翻炒至断生 再放花甲调味 加盐鸡精 和适量煮花甲的原汤 淋少许的水淀粉 勾芡 把汤汁收至浓稠 就可以出锅了 花甲鲜嫩 丝瓜脆甜 这个季节 吃点清淡的太合适 在我们老家 有个说法 阴雨天喝羊汤 不用医生开药方 也就是说 冬病夏至 以热至热 身体的湿气 可以随着汗液排出 但是羊肉汤 到底怎样做 才汤鲜味美 不煽不柴呢 只要掌握以下几个步骤 做出的羊肉汤 比羊汤管的还要好喝 首先剁好的羊肉 加一勺盐 倒入清水 给它浸泡个十分钟 这样能初步地去除羊山味 羊肉焯水时 一定要冷水下锅 开锅以后 把浮沫给它撇干净 捞出用热水清洗干净 煮羊肉的时候 记住一定要开水下锅 这样羊肉才不会那么柴 炖羊肉汤 葱姜就不用放了 放一包料包 特炖羊肉汤 切记千万不要盖盖子 那样稍微跑不掉 小火慢炖五十分钟 然后放入萝卜 再炖十分钟 最后加适量盐调味 撒上蒜叶香菜就可以了 羊肉汤这样做 汤鲜味美 羊肉不煽不柴 特别好喝 你也赶快过来试试吧 上次做的麻酱烧饼 我家婆婆说特别好吃 没吃够 今天我就多做一点 外面有一层芝麻 里面裹着椒盐和麻酱 越嚼越香 五百克面粉 五克盐 五克白糖 一包着高活性酵母 用三百克温水和面 搅成絮状后 加上二十五克的食盐 然后一道揉面垫上揉 成这种偏软点的面团 盖上盖子 醒发一杯大 趁这个时间 咱们调个芝麻酱 里面放点椒盐熟的食用油 或者香油 再来点老抽 调个色 这样调的麻酱更有食欲 搅匀像这样就可以了 面垫上撒点干面粉 放上醒好的面 不用揉面 直接擀成长方形大薄片 撒上调好的芝麻酱 用刮板刮匀 再均匀地撒上一层干面粉 这样做出的小饼 层次分明 然后从一头轻轻卷起 边撑边卷 卷好后分成等分的小剂子 这里我分了九个 取一个面剂 像这样把两头封一下口 往中间捏一捏 沾一下水 再沾一层芝麻 压一压这样一个烧饼 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后 醒十分钟 垫饼撑或平底锅 提前预热 稍微多点油 这样做的烧饼才香 也更酥脆 烙至两面上色 按压的时候能快速回弹 这样烧饼就熟了 外酥里软 摇一口太香了 这时候要能有碗馄饨 或者羊汤 那就太棒了 以后想吃茄子烧豆角 记住千万不要焯水 也不用过油 首先洗净的豆角 茄子先改刀 切成嘴巴大小的长条 水开直接倒入锅中 扣上盖子 大火蒸三分钟 油热放入辣椒 一边炒一边压 压出辣椒的鲜味 然后放豆豉蒜子 小米辣 继续翻炒出香味 再倒入茄子豆角调味 加盐鸡精 白糖 生抽 老抽 蚝油 最后开大火 简单的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速炒茄子 真的吃不够 第二十道 为啥很多朋友 在家做出的凉粉 一刮就断 一半就烂拿 是因为你们选的粉 质量不好 比例不准 火候也没搞到位 今天教大家一个 跟烧白开水一样 简单的做法 碗中倒入平平的一碗粉 把它倒在大一点的碗里 然后用同一个碗 加入一碗清水 搅拌融合 再用同一个成粉的碗 往锅里加入满满的五碗清水 然后开大火 把水烧开 一边搅拌 一边缓缓地倒入调好的粉浆 这样很快就凝固了 继续煮直到咕嘟咕嘟地冒泡 这个时候的粉还很嫩 千万不要关火 继续煮上三分钟 这就是凉粉Q弹劲到的关键 然后倒在容器里边自然放凉 放凉后倒扣过来看看 是不是很Q很弹 刮刀上沾上水 稍微用点粒刮成条条 然后放酸末 葱花小米辣盐 鸡精白糖 生抽 陈醋 麻油 辣椒油和花生碎 不爱吃香菜的 记得多赖 这样做的凉粉麻辣爽口 你也试试吧 谢谢大家